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Bendo 那韓版在這個禮拜更新之後呢 推出了第二波的技能強化 那這個技能強化是包括所有職業的技能強化 那包括一招直技、兩招紅技以及兩招的白技 所有職業都一樣 那他這個第二波技能強化是在第一波之後再新增進來的 所以我們未來要強化的技能呢 不再只是原本的兩招兩招一招這樣子 那現在的話呢 技能更多 好 那技能強化的部分呢 我們還是簡單跟大家講一下它的規則 只要你在這個技能卡裡面有多餘的這個卡片 重複的就可以來進行技能的強化 那如果是以白色的卡片來說的話呢 技能強化是需要八張的白卡 英雄級的紅技的話呢 必須要一張的這個英雄級的多餘的卡片才可以來強化 那傳說級的也是一張 那相關的費用就顯示在這邊 我們簡單跟大家提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各個職業的技能 新的有哪一些可以強化的 首先是王族的部分呢 子季的部分有一個聖士命令 他是強化的他的暈眩命中以及傷害減免 那勇猛意志的大師呢 他是觸發機率提高 那勇猛武器呢 他是增加近距離的傷害以及命中 那操控靈技是近距離的傷害增加 勇猛加速喔 這招是新的技能喔 他可以增加額外的這個攻速 那魔法上呢 可以購買好像是3300萬金幣左右 好 再來第二個騎士的部分呢 恢復盔甲的部分強化之後 可以增加他的藥水恢復率以及恢復量 那蓄力之餘呢 他可以降低他蓄力的這個時間 那增幅防禦的強化 他可以增加物理防禦以及暈眩命中 強力攻擊呢 提高近距離暴擊率 兼顧防護呢 會提高他的近距離的迴避 再來下一個妖精的部分呢 精靈之盾的精神 他會強化他的反擊的機率 就是觸發機率 那精靈殞落呢 他是觸發機率 以及會目標去降低對方的這個攻速 好 那再來大地之盾的精神 他是增加PVP的傷害減免喔 好 再來白技的部分呢 鋼鐵防禦的精神會增加物理防禦力 生命之拳呢 會增加最大HP以及MP的效果 那在法師的部分呢 國代啟事部分呢 他會強化魔法穿透的效果 變形術他會增加命中率 以及他的詛咒傷害的這個持續傷害 黑暗之手強化之後會增加命中率 狂暴術會增加近距離命中 體回呢 增加HP的回復量 在黑暗妖精的部分呢 暗影衝擊 他會增加他的命中率 以及無視抗暈的這個特性 那毒性精通命運呢 他會增加毒性的持續傷害 那在暗影還送的部分呢 他的命中機率提高 而且目標他的近遠距離的命中率會降低 暗影之下的部分呢 會提高他的近距離命中 神秘提升 會提高他的遠距離的這個迴避 好 接下來換槍手啦 破壞平戰的部分 他提高了命中率 並且增加他的持續檢疫的時間 那捕捉的話呢 提高命中率 破壞聖戒呢 命中率提高 持續檢疫的時間 也會得到提高 那在戰鬥提升方面呢 物理防禦增強 魔力轉化的方面呢 這個會提高他的 每次回魔的這個回復量 好 再來龍鬥士的部分呢 強化奪命之雷的命中率 可以得到提升 龍之鎧甲的強化 他的觸發機率也是有所提升 那龍之盾呢 PVE的傷害減免還可以再提升 黑暗機卡的部分呢 他在觸發機率的部分 他會額外增加0.3 0.6 最高可以增加1% 這招 那再來覺醒的巴拉卡斯呢 他會去增加近距離的這個傷害 好 下一個是黑暗騎士 黑暗升起的部分 他的強化之後 HP的恢復量會得到提升 那黑手的話呢 命中率也會提高 暗黑不死的部分呢 他是命中率提高 而且還可以降低目標的這個魔防 那暗黑防禦呢 這招是新的技能 他會提高你的這個 魔法防禦力強化之後 那在黑暗自命呢 他是會新增一個近距離的這個暴擊率 好 再來神聖劍士的部分 昏賴LB3呢 他對於這個扣對方物防 以及傷害減免的效果會加強 那狂襲3呢 他的傷害倍率提高 神聖狂襲光列速呢 會提高他的攻擊速度 那神聖祝福 會提高物理防禦 神聖風暴 會提高他的傷害倍率 最高到15% 那狂戰士的部分呢 泰坦的自命 他增加近距離暴擊 以及近距離的暴擊傷害 強化之後呢 會更明顯 好 再來泰坦的重擊呢 他新增了一個無視傷害的減免 那戰士呢 體能強化這招 最大的HP 以及他的負重獎勵 會再增加 那居速移動呢 增加命中率 箭矢防禦呢 再增加遠距離的迴避率 好 那再來在這個死神的部分呢 連鎖束縛的暗昏曲 他會提高命中率 幽魂盔甲的暗昏曲 會提高PVE的傷害減免 死亡之手 會提高他的命中率 以及鐮刀精通 會增加近距離的命中 死亡收割呢 會提高他的HP的這個恢復量 好 上面這些效果呢 就是在第二次的技能提升裡面 所有內容 但是啊 當然裡面還有很多的這個數字 譬如說 命中率是增加多少 PVE傷害減免是增加多少 這個很多細節 必須要在遊戲裡面 一個一個去把它抓出來 才可以看到 那目前我們取得的資訊呢 算是還比較少 那這個之後呢 我們在盡可能的幫大家 把一些這個比較熱門的職業的 一些數據呢 把它整理出來給大家 好 那這一次的改版呢 我覺得騎士部分 也算是變得更強 畢竟在韓版現代 他們是騎士當道 那其實這次改的這個設計呢 算是把他的這個坦度 以及強度 都把它提升 你可以看到他的技能呢 基本上是每一招 他的強化之後的這個能力 都算是非常的實用 那當然 黑曜的部分也是可以 就是把他的這個技能 特性呢 再更加的精通 那每個職業的這個提升 都會有所幫助 而不是一些 這個無關緊要的提升 職業的強度呢 在這次的平衡上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太大的偏頗於哪一個職業 每一個職業的平衡 其實都做得相當的不錯這樣子 那對於台服的玩家來說呢 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既然看到了這個影片 就是知道說未來 會有這樣子的 新的東西出現喔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技能卡存一存 如果說你有多的紅禁止技的話 不急著在現在把它拿去合成 未來的話呢 或許可以把它拿來當成提升 這個技能的一種方式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啦 那麼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麼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